哈喽,大家好,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中国人起名字的文化,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祖辈,父辈,我们这一辈,以及我们的下一辈,起名字的时候都有哪些喜好呢? 有人说中国人的名字越来越难听了,是不是这样呢?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,我想先介绍一下,我的频道呢是面对有终极水平或者是终极水平以上的中文学习者的,每一期我都会选择一个话题,比如说中国当代热门新闻,中国文化,或者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心理学的话题。 嗯,如果你正在努力地学习中文,你可以用我的频道来锻炼你的听力,并且从中学习到一些非常有用而且有意思的词汇。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,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,让我来帮助你一起学习中文吧! 你们应该都知道中国人起名字呢,都是有含义的,一般都代表了父母对孩子的期望。 对于我们祖辈来说,或者是比祖辈更早的那些那几辈来说呢,起名字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,一般都是按照祖谱辈分来起名字的。 这个解释起来有一点难,举个例子吧,就是比如说这一辈是人字辈,那么这一辈出生的所有的孩子,他们的名字里面都应该有一个人字。 那比如说,在下一辈,下一辈是子字辈,意思就是说,这一辈出生的孩子,他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子字。 那对于我们的祖辈来说呢,就是起名字一般都离不开,孝替忠信,礼仪廉耻,这八个字所代表的含义。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这八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比如说,第一个字,孝,孝是孝顺的意思,孝顺父母,孝顺长辈。 替是替静,是兄弟姐妹之间的,就是兄弟友爱,互相帮助,对待朋友也要有兄弟姐妹之情。 忠是敬忠,敬忠国家,这是作为国民的责任,就是要忠于祖国和人民。 信是信用,对别人而言,对别人言而有信,就是说话算话。 礼呢,是礼节,见到人要有礼貌,应该遵守各种规定,遵纪守法。 义,是义气,是说人们应该有正义感,要有见义勇为的精神,无论谁有困难,都要尽力去帮助,对朋友也要讲义气。 连是连结,连结的人,无论见到什么,都不起贪求之心,没有想占便宜的心,有大公无私的精神。 最后一个耻呢,是羞耻,凡是不合道理的事,违背良心的事,绝对不做。 那这八个字呢,其实也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标准。 当然,那时候的人取名字呢,也会跟山水风景有关系,或者呢,是出自于古代的诗词。 我们一起来看两个例子吧。 这些祖辈的名字呢,都是网友提供的,其中有一个网友说,他的外公叫千修。 千,你们知道,千是谦虚的意思。 然后修呢,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修身养性。 就是,意思就是说通过自身的修炼学习,不断地完善自己。 然后,还有一个网友的爷爷叫念笑。 念笑的意思呢,就是要时常记得孝顺的意思。 但是这两个名字读起来真的都非常的好听。 然后再比如说,中国著名的建筑家梁思成,他的名字呢,是来自于诗经。 诗经里面有一句话叫,汤孙奏甲,随我思成。 他的梁思成,思成这两个字,就是这句诗的最后两个字。 意思是什么呢? 就是能够,因为他的父亲对梁思成的期望是特别高的, 就是希望他的人生,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意思。 然后,梁思成的妻子叫林徽因,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。 她是民国时期非常有名的才女,当然她也是美女。 然后,她的名字呢,也是出自于诗经。 但是,诗经里的那个徽因的因呢,是音乐的因。 但是,她后来把这个音乐的因,改成了原音的因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当时,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男诗人,叫林徽因,音乐的因。 所以呢,为了不跟这个男诗人重名, 所以,林徽因呢,就把这个女的林徽因,就把她的这个因改成了原音的因。 再来说说我们父辈这一代起名字,他们的喜好。 我们父辈这一代呢,都是出生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后。 所以呢,他们的很多人,他们的名字都非常有时代特征。 就比如说叫卫国,意思是保卫国家。 然后建国,意思呢,是建设国家。 还有呢,建军,就是建立自己的军队,建设自己的军队。 还有,还有人就叫国庆,非常有意思。 然后女性的名字呢,很多都有情,贫,或者梅,什么的。 比如说我妈妈的名字里面就有情。 然后我爸爸的名字呢,叫文德。 然后没有什么时代的特征,大概是我的爷爷希望我的爸爸既有文化又有道德的意思吧。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, 你们知道1976年中国的唐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地震。 然后并且有一部电影就叫唐山大地震。 然后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出生的很多婴儿, 它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震。 我觉得呢,也是为了纪念这个灾难吧。 然后到了我们这一代,起名字就有一点乱了, 没有什么时代的特征, 然后呢,也没有很少听到非常有文化的, 就比如说像我们祖辈的这样的, 非常有修养的那些名字。 那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尹, 尹,你们知道尹这个字代表的是聪明或者与众不同的意思, 那一看就知道我爸对我的期望是什么。 然后加上我的姓呢,是一个大姓, 我姓陈, 然后我的那一代真的有非常多的人叫尹, 所以呢,我的名字崇明的非常多。 我不管到什么学校,小学,初中,高中,大学, 我都能碰到跟我同名同姓的人。 所以呢,我就跟我爸抱怨, 我就说你帮我起名字的时候一点都不用心, 帮我起这样的名字,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听。 然后呢,我就说我想把我自己的名字改成沉默。 沉默就是你知道跟一个就是silence的那个意思的沉默是同音的, 呃,然后我爸就跟我说,呃,你的话本来就不多, 还是要沉默呢。 他说如果你要改的话,你就改成沉画, 就就意思是要让我画多一点, 呃,人更活泼一点的意思。 呃,当然我没有去改我的名字, 因为在中国改名字超级麻烦, 就是有很多文件需要去改, 所以呃,就算了。 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,呃, 中国叫的最多的名字。 呃,这一张呢是呃, 叫的最多的名, 就是没有姓的。 然后这一张是姓名, 就是既有姓又有名的。 呃,我非常高兴, 我的名字不在上面。 呃,我们下一代起名字也非常有特征, 呃,都好像是从言情小说里面走出来的男主角和女主角, 呃,你们,就是他们的名字里面都带着一股穷瑶味, 你们知道穷瑶吗? 穷瑶是呃,台湾非常有名的言情小说家, 也许你们没有听说过穷瑶, 但是有可能你们听说过一部中国非常火的电视剧叫《环珠格格》, 《环珠格格》呢,就是穷瑶的小说改编的。 呃,我想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孩子他们都叫什么名字, 你们你们就可以知道什么什么样的名字称为穷瑶味吧, 就是有穷瑶味的名字。 好啦,我说完了,呃,你们有中文名字吗? 我非常好奇,如果你们有的话, 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你们叫什么。 呃,非常感谢你的收看, 呃,记得订阅我的频道, 我们下期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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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